对 跳的 跳进 看他篮球的位置 可以进攻 嗯 很不错 小 看这一杆最保险的打法就是潘晓婷可以轻轻打 打一个中低杆就是搓出去的一个杆法 嗯 就是我们在九球中所说的刹车杆法 就为了让白球能尽快的停下来 来 就是这种杆法 也是 嗯 进球率是很高的 嗯 因为4号在那个位置离带口也不远 嗯 只要是大概往带口那个方向打 最后都可以进 同时也能做到5号左上方的敌带 好 这台6号球 架子不错 嗯 留了一个稍微向右一点的角度 刚刚好可以打一个中低杆 嗯 吃两阔 让母球留在 右边的边库附近的位置 嗯 哦 这个姿势有点够 太好 嗯 稳住 嗯 稳住 最后两杆 9号球尽量要做一颗直球 哦 好 我们要恭喜潘孝亭了啊 恭喜潘孝亭 决地反击啊 这个经典的战力 嗯 从1比4落后 最后5比4反超 哦 漂亮 漂亮 这时间呢 不会很多 嗯 对的 这个另外呢 现场今天来了很多的这个观众 嗯 而且灯光 灯光呢 也非常的强 嗯 刚才我站在台上的时候 就有这个哈六甲尾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穿衣服穿的有点多了 嗯 所以它这个热呀 这个包括大家哈气 对 都是影响这个台速的因素 哎 对啊 作为你们职业选手 在比赛中 是不是遇到这种情况的话 会很及时的能够进行调整 嗯 对 这个是作为一个顶尖选手 所具备的 嗯 非常重要的一个素质吧 嗯 我们看5号球这个位置 是稍 嗯 略显尴尬 应该会打底带 哦 嗯 滑蕾 不错 接下来台面应该就比较简单了 嗯 6号球中低竿 顾进就好 嗯 嗯 我们看7号球 好像稍微有一点直 嗯 不过没关系 可以打一个拉杆 吃一苦回来 做到8号球 嗯 不过力道 还是稍微有一点的轻 嗯 有点小考验啊 嗯 对准度是一个小小的考验 不过这种球也不用想太多了 嗯 顾进就好 嗯 这个乐地不大了 嗯 嗯 这个时候你打破一个难点之后 就好像开了一扇门 嗯 然后我们里的东西全是你的 对对对 赢得了一个上手的一个机会 我们看这一颗球 潘晓婷应该是3号会选择进攻底带 然后留一个进攻5号球中带的一个线路 但这个球是留了一个稍微 稍稍向上的一个角度 所以可能打进5号之后会轻轻的 母球会轻轻的碰一下8号 推竿过去 然后叫到左边的中带 叫7号球 嗯 这个球就比较的很理想 接下来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一点点的角度 嗯 对 刚好 推竿一点右塞就可以下来叫9号球 那力道也是刚好 好 推竿 推竿 嗯 没问题 看6号球应该是要做右上角的底带 轻轻的推进5号就可以做到6号球的右上角底带 然后这一颗球也是轻轻的中底竿固进 母球留在左边的库边 哦 这个出现失误啊 而且 诶 这还不算留中带啊 这中带是没太大紧的 中带 对 这个应该是要拼底带 虽然离带 虽然离带口很近 但是 但是9球的中带是不好近的 因为它是一个直角 看这个球 看这个球拼底带效果怎么样 嗯 薄了 这个球给潘小婷留下了一个机会 潘小婷可以选择打6号打的稍稍的厚一点 然后6号先碰到左边的库边 再借7号近带 我们看潘小婷刚才也是描的就是那个位置 这个球也要稍微小心一点 打一个刹车球 就是滴杆的诱塞 为了让母球能更快的停下来 嗯 专注的眼神啊 嗯 又一次把分叉拉到3比1 像是想去防守 然后 它可能是我猜啊 猜是想把1号球打到下方 然后母球往3号那边躲 看这一杆虽然防住了但是防的并不算死 潘小婷可以选择跳球 嗯 看看 好 敲手多来一点 对因为这一杆首先是要保证绝对不能再犯规 啊 这个身材 柔韧性真好啊 身体柔韧性 对 看潘小婷也是非常的谨慎 嗯 这个姿势我是拿不出来 嗯 哦 跳到 嗯 好球 而且也形成了一个反调 反调 嗯 这一杆效果是非常的好 就是成功的化解了这一波的危机 嗯 正好这个9号球和2号球 对这个1号球形成了一个夹击之势 对 白球好像过不来 因为刚才珍妮特里那一杆防守虽然是掉到球了 但是 嗯 掉的并不够死 嗯 就是他如果要是把母球 推到离3号更近一点的话 那潘小婷解球的难度就会 嗯 非常的大 嗯 结果他还是留出了一定的距离 嗯 让潘小婷可以直接的拿跳杆了 哦 哦 这场比赛有意思啊 双方 加在一起 已经是三个本归了 啊 而且这个比较不妙的是 珍妮特里还把这个3号球给打出来了 哦 还真是 对 就是刚才潘小婷给这个珍妮特里 上了一个保险 对 上了一个锁 好 现在双方戒指机会均等的时候 或者说如果变成潘小婷的机会的时候 反而能够成为珍妮特里的一个保险 嗯 对 但是他自己给打开了 对 所以现在就是潘小婷的机会了 嗯 不要坐得太直 哦还可以 还是有一点 有一点角度 嗯 这一杆就要稍微小心一点 嗯 避免 被4号球挡到3号球的进攻路线 轻轻地点一下 一库出来就可以 这局面还不是白给 啊 对 还需要 这一杆还是需要一点准度的 嗯 这个位置就比较理想了 5号球也可以 有也有单下 好 留出一点点的角度 嗯 架杆尾 对 然后这个球 6号也要稍微的留出一点角度 不要坐太直 因为还要留出一定的角度去做7号球 哎 好像我记得小婷她自己有一个 什么架杆器啊之类的东西 啊 啊 那个是一个架杆器的一个头 啊 啊 就是我们可以自己买一个头 然后比赛的时候把它套在开球杆上面 啊 因为有时候 比赛的时候那个架杆也并不会不一定保证能顺手嘛 嗯 你自己带一个架杆器的话就能保证 啊 就是自己用得很舒服 对 这个头是低架高架什么什么架都有 都有 看这一杆是力道稍微轻了一点点 所以7号的角度稍微的有一点大 嗯 不过没关系这个球8号就在动口 嗯 所以7号只要顾进就好 嗯 嗯 9号球了 嗯 不用想啊 5球 不用想啊